亚冠小组赛迎来收官之战 山东泰山所在的季组迎来出现生死战 目前 姬12分的泰山尚未铁定出现 儿童姬9分的人川联队和横冰水手均有可能逆袭出现 北京时间12月13日16点 季组四支球队同时开战 横冰水手vs山东泰山 山东泰山队在亚冠小组赛中表现出色 目前以4胜1负姬12分的成绩领跑之一组 小组出现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 他们面临一定的挑战 因为球队的两大核心费莱尼和莫伊莱斯因合同到期已经离队 这可能会对他们的课场比赛造成一定影响 在双方的首回合比赛中 泰山队主场0比1不敌横冰水手 尽管这样 他们依然有着强大的攻防体系 克雷桑和贾德松领衔的攻击线仍然具有很高的战斗力 对于本场比赛 横冰水手队坐拥主场优势 他们在数据上也得到了支持 虽然他们在这个小组中以三胜两负姬9分的成绩暂列第三位 但他们仍有可能通过双杀泰山队来提升自己的排名 因此 横冰水手队必定会全力以赴争取胜利 山东泰山队在小组赛中表现出色 无偿比赛打尽12球 仅是4球 场均2.4球的破门能力颇具威慑力 尤其是防守端目前场均仅是0.5球相当严密 相比之下 横冰水手队的小组赛表现稍逊一筹 无偿比赛打尽9球是7球 场均1.8球的破门效率凸显杀气 但其防守体系不够稳健 目前场均是1.4球暗含隐忧 此一对决 无路可退的横冰水手 必将借助主场之力高举进攻大旗 而山东泰山大概率稳守反击 以横冰水手的破门能力来看 本场泰山城池不保似乎很难避免 但泰山攻坚实力并不逊色对手 尤其联防体系较对手更为严密 此一 临危不惧 全身而退可期 横冰水手空欢喜是大概率 凯亚VS仁川联队 仁川联队是韩国K联赛的净率 在小组赛中表现出色 无场比赛三胜两负 竞胜三球 暂居技组刺席 他们目前场均2.2球的破门能力颇具竞争力 此一对手卡亚FC战力有限 积分垫底 目前场均失3.6球的防线不堪一击 双方小组赛首回合 仁川联队曾以四球优势 凌风卡亚FC 尽管此一客场作战 但以仁川联队的综合战力来看 本场两球优势双杀对手的概率很大 此外 根据仁川联队与山东泰山和横冰水手之间的胜负关系 仁川联队很可能捡个大便宜 侥幸出现的概率不低